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美国范宇集团的总裁胡正国先生 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胡先生我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理财的一个好工具 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有关这个指数型的保险以及年金 那我想首先能不能请你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这个指数型的保险它这个产品的由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想看任何的产品都有它的时代背景 它的产生的原因在哪里 在我认为过去三四十年大概保险大概每十年就是一代 为什么要一代就因为呢当有新的问题出来了 原来的产品不合适了 然后呢就研究新的产品 那新的产品出来了以后能够好了十年以后 可能另外一个产品出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 那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大概在1970年以前 七几年以前的话 那个时候保险大概只有分成普通的定期保险 就是TURN insurance 还有加上当初的whole life 就是根据拿红利的 比较基本的 终身的保险 分红的保险 可是到那TURN当然不能算 因为它是短期的保险嘛 那是当然了 很多人说我想一辈子有保障 或有其他的用途的话 所以我们讲那个时候的储蓄险 只有一个终身的分红保险 可是呢 终身的分红的保险 它主要呢 它的利息的结构呢 它的红利是主要是哪里来 它是根据长期的公债的利息来走数 可是在70年到80年的时候 那一代的时候呢 因为呢当初的利率很低了 长期公债利率很低了 所以一般来讲呢 所以在分红的保单 好不好 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在70年时候提出来一个原因 一个口号就是什么 我们呢不如把同样的保费 我自己去买TURN INSURANCE 然后把差额去自己做投资 所以那个时候 70年到80年 最大的口号就是叫什么 Buy TURN INVESTED DIFFERENCE 就是我原来可能一个月要付300块钱 去做分红保单的 但是呢现在呢 我真正来说 那我就不如花100块钱去投资定期保险 然后另外200块我自己去做 叫做万能保险 万能保险 为什么叫万能 因为叫Universal Life Universal Life它就是其实 因为那个时代背景是 因为80年到90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可能你可能刚升或怎么样 那个时候呢 其实美国利率很高 我记得有多高 定存最高到14 然后呢 房子贷款最高到18% 然后其实贷款要到22% 所以那时候短期利率很高 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就设计了一套产品 叫万能保单 万能保单是什么 根据短期利率走 那短期利率走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时候短期利率很好啊 所以那个时候保险 但是而且呢 他希望的保单能够弹性一点 能够有钱的时候多付点 没钱少付一点 再没钱不付也就算了 因为人的一辈子总有时间高高低低 有的时候经济上 可能不想负担那么多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的可能简单 就是人数保险的保费了 是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 我年轻的时候做演讲的时候 我说人的一辈子是 你可以可能换工作5到7次 现在是讲8到12次了 那你换工作后有什么情形呢 第一个想要省的是什么 人数保险保费了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保险的 能够有弹性一点 所以弹性成本比较合理 然后再加上短期率率高 这就是万能保单 在80到90年的 那么热门的原因了 可是那个时候大概犯了一个 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他把很多短期的 短期做到的事情当做长期了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洛杉矶过去100年 房地产平均每年涨6% 可是过去三年 每年涨20% 那我对未来100年的预估呢 我是应该用过去100年的历史呢 还是过去三年 过去三年 过去100年 因为长期的回报要用长期的历史来预估了 可是当初很多报告是没有被规范好 或者那时候没有经验还是做什么时候 他们把短期的利率当成一辈子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做万能保单 在短期利率的时候 都已经在里面用很高来预估了 可是到90年的时候 利息掉下来了 那原来做的一些建议书的话 后来都做不到了嘛 因为它那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预估了 加上90年利息掉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90年的时候 大家讲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很喜欢弹性付费 可是呢 我需要换一点东西 我的投资能有什么选择 90年到2000年最热门的是什么 那时候是基金的股票市场 所以呢 他说如果我把人寿保险 也像401K一样 我里面有各种不同的 Mutual Fund Subaccount的选择 这样子的话 我的回报就是他的基金的 我的收益就是基金的收益 这样子好不好 加上保险里面 还有省税的好处嘛 是 所以在90到2000年 最热门的就是投资性玩了 它还是弹性付费 可是2000年跟2008年以后 又不一样了 因为整个市场跌了 大家还知道涨很重要啊 跌 安全重不重要 也是同样的 所以呢 才有指数型的出来 指数型的商门 大部分一个最大的一个 很多一个误解就是说 指数型的商品 不是直接去投资指数 随着指数涨跌 而是根据指数的回报 而给你利息 它是一个利息式的商品 利息式商品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涨的时候会不会涨 但跌的时候会不会跌 跌的时候不会跌 因为就像你到银行存钱的话 最糟糕就是没利息嘛 是 你会不会亏钱 所以呢 指数型的是说 我涨的时候 根据指数涨的好坏来决定你的利息 指数涨的高 我就给你的利息多 可能呢 封个顶 就是最多到多少以后 我不给你了 交换什么 当指数跌的时候 我不会亏 所以呢 比如说如果我的封个顶是13 我也就是说 指数是0到13 指数涨多少 我就涨多少 超过13我不涨 我都没有拿利息 牺牲这个利息 换来是什么 低过0的 我不跌 好 就是其实只是一种新的利息 那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它既有回报 potential的好处 但是它又没有风险 市场的风险 这就是指数型的商品 是是 那我能不能请胡先生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个保底 会比这个保本好呢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可能有两三个图 观众可以看到的话 如果过去10年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很多人一个误会 一个概念在哪里 为什么保底跟保本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有一百万 今年涨50% 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 今天涨50% 明年跌50% 正50% 负50% 我有没有打平 其实没有 因为一百万涨50% 变150万 150万跌50%变多少 75万 因为跌下来的时候 你本大的时候跌下来 或者本小的涨 是不是都会影响了 所以正50% 负50%不是打平 负50% 正50%也不是打平 你当你一百万 跌50%变50万的时候 50万要涨回一百万 就是说你投资多少 万一将来结算的时候 比如说五年十年 或多少年 结算的时候 如果亏本我补你 这叫保本 但保底又不一样了 保底是说 当你跌的时候 我不会跌 就像我回到我刚刚的例子 五年都涨12% 五年跌的时候 我是零的话 等于我第一年涨12% 我一百万的话 是不是变一百一十二万 第二年跌的时候 我会不会留在一百一十二万 因为我把前一年 因为我第一年赚了钱一百万 加了十二万的利息以后 我的本变一百一十二万了 第二年跌我有没有跌 没有跌啊 所以呢 因为保底了以后 可被前一年赚的钱 可被锁得住了 所以我们通常讲 保底的 但下面什么 下面叫锁力了 止损了 你亏的时候不会亏了 然后还把赚的钱锁得住了 所以保底 保底的差别就是 你涨的时候涨 跌的时候打拼 涨的时候打拼 跌的时候打拼 下面一个爬楼梯了 是 可是保本只是把本还你了 我们就像我们刚刚的例子来看 如果 涨十二跌十二的话 如果保本就是 原来是负7% 变百分之百还你 但保底锁力 出来是百分之一百七十几 所以 根据这样理论来讲 你认为保底好 还是保本好 应该是保 听起来好像是保底比较好一点 当然了 保底 记得一个重点 最大差别是保底以后就能锁力 能止损 是是 而且是一直往上爬 对 每次结算的时候都能锁住 是是 非常感谢胡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美国范宇集团的总裁 胡正国先生 那胡先生 我们继续有关这个指数型保险 继续谈下去 那么如果说这个指数型的保险 我们拿来和一般的这种 利息式的这个商品比较 又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通常来讲 利息式的保险有分三种 一种就是利息加分红 就所谓的whole life policy 但然后第二种就是 所谓的万能保单 跟短期利率结合的 第三种就是根据指数拿利息的 所以分成三种不同的情形 那通常我们来讲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是 长期规划 你觉得你要跟长期投资的 标的物结合好 还是短期的 长期 长期 举个例子来讲 你的401K里的钱 你会不会放在公寨里 全部放公寨里 应该不会 而且一直放在公寨里 这个有一点困难 我会不会 所以呢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会愿意 把长期放在公寨里呢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 因为长期的时候 你希望能抓住它的账的部分 那不管是分红式的保险 就像所谓的后赖 或者万能保险的 Universal赖 这个两个只是拿利息的方式 不一样 它连接的 还是不是跟利息有关 只是长期短期公寨的连接 加上一点分红而已 如果是后赖的话 所以呢 真正说长期来说 都不会太高的 那可是呢 长期的话 你应该投资像房产啦 像股票股市啦 这些的好处 是不是你跟equity有关的话 它是不是potential growth 会比较高了 是 对不对 好 可是唯一的问题在哪里 长期的话 你投资股票基金的话 唯一你又担心什么 怕跌嘛 是 跌的时候大跌 如果我们能够给提供一个好处说 能够有equity的成长 up to the cap 对不对 但是跌的时候跌不到你 那这样的好处好不好 当然好了 当然 这就是指数型的 指数型 他们怎么会做得到呢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所以我没有办法详细解释 我大概一个概念 其实把大部分的钱 其实是拿出来保本 所以每一年保底 先把它保住 然后剩下的钱 用期权的方式来操作 用期权来放大它的回报 这一类的做法 也只有美国才能做得出来 因为美国才有长期的固定收益 加上期权市场健全 可是呢 市场好的时候期权发威 市场不好的时候 期权就算不好 但是你至少你的底保住了 是 美国是用这样的操作 所以很多人以为 它是真的去投资股市 或者去投放的指数 都不对的 它只是由保险公司 跟投资银行做的操作 应用他们的操作是说 以这样的钱 他们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条件 每年都给你一个范围 比如说如果告诉你 你封顶是13% 就是你明年只要0到13% 通常来讲你可能就拿100% 超过13%不赚 那明年以后看到利率 然后再来做决定 通常这样的好处呢 对于投资者来说 我最大的问题在哪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今年没有利息 可是好的时候 能不能抓得住 可以 所以一般来讲 大部分指数型 尤其在保险 因为时间比较长一点的关系 大概它的平均回报 可以做到6到8 活得更好 可是利息的话 你就做不到了 是 那你对一个长期投资 你觉得回报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那回报除了回报呢 安全重不重要 也是很重要 如果回报安全都合在一起 都能做得到 那当然是好上价好了 对 可是大部分人 是因为怕风险 所以选择利息 但是呢 就像我刚刚讲 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把 401K长期规划 放在供债呢 不是嘛 在你有短期中期长期 你是不是都应该 应该做不同的计划了 是 是 对 长期计划的时候 如果能保底的时候 其实你的平均回报 就不容易差了 因为在过去40年里面 在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 任何10年 最多4年跌 如果这4年跌 你是0 6年涨 你赚得到 那平均会不会好 是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外面 听到一些情形的说 当你真正了解 指数型的 它是怎么操作的时候 你会蛮喜欢的 是 是 那如果说 刚才听到这里 我觉得刚才您介绍的 这个有关指数型的保险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到底什么样的人 比较适合这类的投资 其实我这样讲好了 大部分的人的话 是不是你所有的长期投资 都要放保证 一定保证 一定给你多少 保证一定给你多少 现金价值 通常我们开个玩笑话 是 你全部都要保证 你就不会好的 不会高的 因为长期来说 你要保证 就像定存 有没有保证高的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工在利息 有没有保证高的 对不对 是 所以呢 你今天来讲 你放一些比较安稳的钱 是可以的 但是呢 真的比时间长的时候 你可以说 我只要有保底的话 其实我就OK了 是 因为我的potential 潜在的回报 可能比我 需要保证来的好得多 当你回报好的时候 因为财务上有个公式 叫72法则 你用72除你的利息 或回报 所得的结果是 你钱多久会翻倍 越长的时间 回报很重要 但是如果回报 能够有好的回报 又能够保底 你的安全性 也有一定的好处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远比那些 只要保证来得好得多了 是 是胡先生 其实我之前也听到 很多这个人在讲 大家觉得说 好像有关这个指数型的 这个保险 好像据说风险是非常高的 这种言论有可不可靠 其实呢 这些是他大概通常一些 尤其喜欢卖分红保单人 他自己 要不然不能卖 要不然根本不了解 他做的攻击 都完全是很多 不实在的攻击 因为其实他根本没有完全了解 什么叫保底跟保本的差别 第二个来讲 就是说 因为保底才造成 回收的potential 高得多 这样的优质 而是一直在 慢昧的攻击 我通常常讲 我会问他们讲 你去问问 那些卖分红性的保单 他能不能卖指数型的保单 如果不能卖的话 他的公司没有卖的话 那他的攻击 是不是实在的 是 我如果没有卖这些东西的话 我当然可能要攻击了 所以真正来讲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现在指数型的保险 已经在美国是主流了 现在所有新的保费率 超过40%都到指数型了 可是呢 我很可惜的 我在外面常常看到一些 专门做分红保单的人 因为不懂得指数型的保单 而一昧的在攻击 尤其这攻击还很多是不实在 我真的想 他们应该真的去多了解一点 嗯 是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资讯 那同时应该非常感谢 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天天话题才精砖滥油 范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 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看位置